这会儿我在听一首歌 西安一个摇滚歌手改编的一首英文歌曲 它的中文名字叫《在人间》 这首歌从2017年有了中文版 很多人都在唱唱歌 我听过郎建行的版本 我听过《莫恩惠》 今天我还听了张绍涵 他改了歌词 把账礼改成正的 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些中文歌迷 有这么多名男子出现 《六月雪》 《藏母》 《梦》 《柏林墙》 《五大石》 此时此刻呢 这是最符合心境的一首歌曲 口音很真实 很平民 歌词也很有利害 不仅勾念其记忆中的曾经 被爱的现实 压抑的情感 与其说它是一首歌 与其说它是一首歌 不如当它是一片蜥蜴 其实它更像是一首《原曲》 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 每到六月份 都会出现一些大的小 前年是雷阳案 前年是雷阳案 去年是雷阳案 去年是雷阳案 今年是死基案 小崔案 小崔 鼓搭了一些陰阳合同的事 据说连山冰冰都跑路了 为什么每当村下之交 都要搞出一些大情文 因为很多人 想遮蔽掉一个 中国政治从避不开的问题 这是1989年的6月4号 这一天发生了两起事件 改变了事件 在中国我们知道 六四是八九学校中清早的日子 在欧洲呢 初通巨变开始了 1989年的6月4号 波兰第一次进行的公主训练 从波兰开始 波兰匈牙利尼罗马尼亚 一直到最后的 1991年 12月25号 也就是公立的圣诞节 是联节期了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终结 当然在这个 苏联解体的时候呢 苏联人倒没过得到这个圣诞节 1918年以后呢 苏联实行了公立 但是东正教还是把 那 圣诞节 放在1月份上 那么他们有13天的这个 日历算法上的 这种差别 所以天主就要过一遍圣诞节 过了13天 东正就要再过一遍 1989年 是中国人避不开的一个日子 从胡耀邦逝世 学生开始进行道理 知识节 市民 都采用 5月20号戒业 6月4号青彩 其实他的根子都在426社略 因为4月26号 中共发表了一篇社论 把学生的游行定义为 是一场反革命的行动 听到这个社论 很多外地的学生都赶去了北京 当年的天安民广场聚集的学生 最多的时候有30万人 其实有很多也是市民 那个时候 社会有变国的基础 1988年 中共实行了价格闯关 价格闯关失败以后 双轨制的问题没有解决 关岛的问题反而越来越重了 借着胡耀邦逝世的这么一个日子 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走上了街 喊出了一些自己的口号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 有一段 八十年代初期的这种 思想上的短暂的开放 方立之 发表了自己的政论 言家齐 四同的万人兰 包括 国务院政策研究所的一些人 当时的所长是王岐山 我们在中国政治上看到的一些很显特的人 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赵紫阳 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望 陈云 邓小平 坚决地站在改革的队友 他们并没有想在 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 实施政治改革 我们看到了很多热血的青年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改变中国 尤其是在政治体制上 引入民主的模式 彻底地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的社会机制 所以 那个年代的青年 不仅仅 胸怀着 怀揣着一颗 天下新广匹伍有责的 这么一个信念 同时 还对中共能够和平转型 倒有一丝幻想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一些 政治意义 从我们耳熟人想到这些 像刘晓波 王军涛 王丹 封崇德 财林 如刚 还有曾经在广场上 召开过记者会的 召开过记者会的 当时他们都是风云人物 他们曾经 以为自己能够创造历史 刘晓波 刘晓波在四君子绝食的时候 曾经发表过一遍 他觉得 应该有信心 改变中国 他们曾经希望能够换起动作 能够让中国 走上自由的 和平的道路 能够让中共转型 曾经幻想 军队 不会向人民开枪 全国各大城市 各大院校 参与到八九学潮中的股 数以千万致 数以千万致 当年的学生 四年 胸中有多少畸形 抗住了多大的压力 是今天的青年 很难理解 学潮开始以后 广场上的照明 就被关闭了 就被关闭了 夜间完全靠 外国媒体技术的摄像灯 在照明 广场上不仅有 视通 手钢 烟山石化 绝线的帐篷 还有很多个体户 骑着摩托车 来回不停穿梭地 传递的一些 油印的小报 散发着来自各方的消息 三五成群的演讲者 在广场的四周 发表着自己的演书 甚至赵紫阳在四月五月十九号 还带着温家宝 在人民大会讨 提着一个电缆 对着学生们做了一些劝告 我们在广场上看到很多标语 你比如像讽刺这个李鹏的 敬爱的周总理 你的养子不像你 更多的呢 是人们喊出的一些口号 这些口号主要是针对经济问题 抗议通货膨胀 抗议通货膨胀 要求解决失业问题 要求解决官员贪腐 高干僧旅官岛的问题 当年的那批情况 他们很正面 切合了中国的实质 非常希望 中国共产党 能够自我进化 能够站在人命的这一边 戒然开始以后呢 我就离开了北京 后面发生了很多故事 我不是亲历者 但是我们能看到 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消息 包括当时人后来的不义 我们看到了中国 白白的浪费我这么一边 唯一的可以和平转型的节目 唯一的可以和平转型的节目 就是从5月15号 戈尔巴乔普访华开始 中国政府 原先在天安门广场东侧 举行的 迎接国兵的仪式 被证实 被证实 改到了基层 鲜血和生命没有换来任何改变 这个就是 真的应该让我们记住 神经有那么一批青蛙 为了中国的民主 为了中国的进步 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我们不应该忘记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